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 第十二届,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,委员三到四,全国劳动模范,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,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,广东省慈善总会名誉会长,广东省鹤南商会会长,广东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,广东省总商会名誉会长等职务。 五,许家燕至今累计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超25亿元。 在体育公益事业方面,许家燕投入20亿元,创建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,排球俱乐部,足球队夺得亚洲冠军,投入11亿元创建全球规模最大的足球学校。 在文化公益事业方面,许家燕投入10亿元成立文化产业集团。 6的即2017年10月12日,2017胡润百负榜发布,许家燕以2900亿元首次成为中国首富。 他是胡润百负榜19年来第12类中国首富,也是历年来财富最高的首富。 80月30日,2017胡润百负榜地产企业家榜发布,许家燕时隔六年再次成为地产首富。 2018年3月,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,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委,九出闯深圳那年许家燕岳父高血压,住院,传来并没消息,他又找了辆货车。 在寒凤色谷的冬天,他抱着岳父的头,坐了12个小时的车才赶到安徽,到家的时候,他一动没感动的手彻底僵掉了,岳父也已经奄奄一息了。 妻子怀抱幼子,看到冻江的丈夫,和病危的父亲,悲痛欲绝,此情此尽,催人类下,让人甘肠寸断,作为一个男人和丈夫,许家燕穷困交家, 哪里有骄傲的资本,醉过才知酒资味,苦过才知幸福钱,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贫苦,怎会激起奋发图传的决心? 正是这些苦涩岁月,才激起了他泛发有味,大干一场的决心。 许家一言,我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到,但那一天必须会到,困难是不能躲避的,也不能让别人替你去扛。 任何困难都务必你自我去应对当今社会创业模式有哪些,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创业这条路,特别在新的一年开始的当下,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在过朝九晚五的平淡的上班生活,于是创业成了他们的新选择。 通常这些想创业的年轻人都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而已,根本没有任何的创业经验,这时候他们常常会感到迷茫,不知道自己应该做哪些。 其实创业的形式有很多,不管创业者有钱还是没钱,有合伙人还是没合伙人,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业模式。 使家应说,与凤凰同飞,必是巨鸟,与虎狼同行,必是猛兽,人才与人才出伟人,僧才僧才出高僧,你把身边的人都看成宝,你被宝包围着,你就是聚宝盆,你把身边的人都看成草,你被草包围着,你就是草包。 如果说出的每一句话,都思前想后,如果走的每一步,都小心翼翼,如果做出的每一个选择,都怕将来的自己后悔,那么,要青春做什么,创业也是一个样,抓住一个机会,就不要放弃加18370778390,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有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